当一个人变得喜欢独来独往,不是凉薄,多半是由于这些心态,这世上有喧闹就有安静,有人喜欢车水马龙,人潮涌动,有人则喜欢独来独往,静开世事,庄子说独来独往,是为独有,独有之人,是为之贵。 喜欢独来独往的人,灵魂更有深度,能抵挡得住这世间的种种诱惑,默默成长,静静生活,他们通常都有这些心态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朱子国学,变得成熟的标志,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,遇到对自己好的人。 就眉开眼笑,遇到小人,就怒目圆瞪,采根坛里写道,待小人不难于言,而难于不恶,对小人的态度很严厉,不难做到,对他们不怨恨,还常常给予帮助,就很难做到,其实,只要别人没有到十恶不赦的地步,仍旧是可以挽救的,这是逆向而行的思维,也是做人最大的容忍度,一个人成熟了,忽然发现,身边几乎没有可以责怪的人,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有不一样的过错和美德,何必盯着别人的丑,忘记了别人的美,独来独往的人,不随大流,不和别人一样,厌恶小人,他的行为有些另类,却越发显得珍贵,习惯了孤独,小时候,结交朋友很简单,请吃点零食或者说几句话,就可以成为朋友,而长大后,很多曾经的朋友都在与我们渐行渐远,不同的工作环境, 结交到不同的人,以及性格问题等等,都是渐行渐远的原因,你曾经也很活泼开朗,认为广交朋友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有益,可当你经历了一些人和事后,你深刻体会到人心复杂时,你自然就不会随便对人掏心掏肺, 这些年来,你习惯了独来独往,原本担心会不会被人称作异类,可时间长了,便发觉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,你不会主动打扰别人,你也厌恶别人打扰你,现在的你,只想过好自己,不需要去讨好别人,也不指望谁来将你照顾,不依靠别人,喜欢独来独往的人, 往往活得很独立,他们自己有能力,不过分依靠别人,生活家中的秋冬娜,大学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小白,小白家庭富裕,如果两个人在一起,秋冬娜不会过得那么难,可是他没有因为自身的处境艰难,而选择不平等的爱情,而是靠自己努力,提升专业能力,迅速积累经验,提升工作效率,不仅要战胜重重磨难,还要面对工作失误者, 走出了困局,他不想让任何人帮忙,只想一个人默默努力,就算最后还是要输,也要自己努力争取过,才服气,他经过自己默默的努力,凭借自己的力量,顺利通过实习,成了非凡事务所一名非常优秀的员工,得到了上司的赏识,获得了甜蜜的爱情,厌恶虚伪,喜欢真实,波兰作家显克维之说,宁愿一个公开的仇敌,而不要一个虚伪的盟友, 人,只有经历了事,经受了时间的考验,才能分辨出谁是真心,谁是假意,走向社会后,很多人渐渐发现,不少人很虚伪,当面一套,背地里一套,甚至好朋友,好同学的界定,也慢慢模糊,在反复的与人争斗,来往过程中,已经开始丧失对人的信心,认清现实了,有人说,你的本事,决定了你的朋友是多是少, 影星黄博曾说过,当你强大时,身边都是好人,用得着你的时候,对你安前马后,虚伪仪,见你没有利用价值,就不会主动迎合你,甚至反财逆脚,在背后说三道四,看透了这一切的人,厌恶虚伪,喜欢真实,不想浪费时间,在琐碎的破事上,就放弃了与人的过多往来, 专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呢,喜欢安静独处,以前的自己觉得,社交活动就是要合群,等自己经历多之后,体会到了人情冷暖,发现有些人为了钱,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,慢慢的就开始沉默,喜欢上了独来独往,只要自己做的问心无愧人,其他人爱怎么样,自己也不想管了,其实变得独来独往人,是人的经历总结,当你渐渐看清一些所谓的朋友,当你被人欺骗和出卖, 但是,往往算计和陷害你的都是了解你的人,人性也是非常现实的,当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,别人就乐意与你交往,当你没有了价值,就翻脸不认人了,所以你渐渐看清了,开始喜欢上安静的生活,开始独来独往,眼不见为静,注重自己,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,当你在独处的时候,你会去想很多事情,有时候是自己的未来,有时候是自己的梦想,有时候是自己眼下的工作, 有时候又是自己眼下的生活,于是你会发现,在独处的时候,是你认识自己的时候,你对自己越了解了,你就对自己的人生越熟悉,而你对自己的未来也越清楚,其实独处就是有自己相处的时刻,这种时候,我们会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,注重自己的生活,注重自己的人生,当你注重这些的时候,你就会发现,生活是不同的,人生是不同的,因为你能够看清很多事情, 想通很多时候,也能看开很多事情,此时的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清醒,越来越清楚,当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时候,必然会越来越优秀,更加包容了,年轻的时候,遇到不同的意见, 我们总喜欢和别人争论,以为这样才能更好地彰显自己的存在感,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,以为就算最后争论赢了,依然是老样子,也不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丝毫改变,还影响了和别人的感情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终于明白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意义,也终于明白在人生中对错并没有那么重要, 不论对也好错也好,从来没有唯一的判定标准,在你看来对的事情,在别人可能看来是错的,就算是明明是错的,也没必要非要去争, 因为这没有意义,与其非得争个对错让自己,让彼此的关系受到影响,还不如直接选择包容,人活着就要学会包容,无论错的还是对的,其实都不重要,你有你自己的生活,别人有自己的生活,独来独往,谁也不影响,谁反而会很好,害怕再次受伤害,提帕记中有句话,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勾曲, 自己真心一片,却换来无情辜负,甚至借此来伤害自己,做人以善良为先,在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会真心相待,原以为如此就能真心换真心, 岂不知会遇人不输,在心灵受到伤害之后,就更喜欢选择独来独往,纵然时过境迁或者尘封多年,每每想起依然会隐隐作痛,他似乎在不断提醒自己, 不要随便给所有人付出真情,毕竟有些人只是戴着面具的坏人,更应该学会如何使人,才是最明智的选择, 人唯有经历过被人伤害的痛苦,才会明白什么是人性,什么是人心,一切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, 试想,当你被人伤害过之后,那你还会跟伤害你的人往来吗?恨他还来不及,又怎么会与之往来呢? 所以说,当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,不再为了亲朋好友纠结时,相信他便是那个受尽磨难的人,不想和别人攀比, 年轻的时候和朋友们一起打闹总是那样的舒服,因为相互之间不会攀比,不会有瞧不起对方的想法,大家都是同样, 可是,时间在变,人也在变,随着年龄的增长,现实的摧毁,有些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现实,越来越庸俗, 看到别人过得不好,就会嘲讽对方,丝毫不顾及当初朋友一场的情分,眼里没有情意,只有利益, 好像只有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,才能将自己的风光衬托出来,才能显得自己很厉害, 其实,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平凡的人,只能过平凡的日子,不一定非要过大富大贵的日子, 平平淡淡的日子,一样可以让人很舒心和幸福,我们没有办法融入进那些相互攀比的队伍中去, 不喜欢与别人比来比去,所以慢慢就会远离那样的人,内心越来越有力量, 当朋友圈中的一类,需要极大的勇气,和对抗流言蜚语的信心, 这两样也往往是普通人很少能具备的,很多人就是因为把别人的看法看得太重, 最后导致失去了自我,而一个人开始喜欢独来独往,说明他的内心越来越有力量, 也懂得在岁月无声中积攒能量,后激勃发的人生, 不是那些浪费光阴的人就能得到的,我们想得到一些什么,就需要相应的付出一些什么, 所以喜欢独来独往的人,才是真正特立独行的人,让人钦佩的人,独来独往是必修课, 有句话说,人赤条条来,也会赤条条去,这句话虽然残酷, 但却道出了人生的真谛,也为从头到尾,没有一个人会陪你走到永远, 最终都要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,当我们如何选择对待截然一身时, 就会产生不同的人生归宿,所以独来独往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会的人生一个, 从小到大,我们可以在与别人的相处中学会人际交往的智慧, 也可以感受到人情冷暖,但是一个人想要变得强大,变得更加的勇敢, 往往都是在自己跨过坎坷,战胜困难后的幡然醒悟, 或者是能力上的突飞猛进,很喜欢一句话,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,无需复制别人的美丽, 当你体会到了独处的快乐,就会发现你自己是那么的美好和独特, 不需要羡慕别人的生活,而是努力过好当下, 学会爱自己,取悦自己,比任何事情都重要, 不轻易因为旁人的言语影响往前走的节奏, 而是活在自己的设定的时区里, 这样的人生才是高级和精彩的, 独来独往的都是看透本质的人, 他们内心更清醒,眼光更毒辣, 看透了很多事物虚伪的本质,故而独行远离人群。